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上显示的李希瑞的票数加孟子义的票数 我所有都不敢回头看 你们俩都不好奇吗 不敢 你替我俩看吧 我想看 他们组应该分还蛮高的 我觉得 好的 目前是一百九十九票 就靠你了 好的 再次感谢三位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电影 第七艺术 建立在美感之上 那 到底什么是美 最美的片子 如水一般 历尽千丈 脆尾一地 纯净自然 却又内韵万种变化 可刚 可柔 这种美 天然 活力 强大 就像有稀之谜 温泉水炸弹面膜 自然而然 美出强大 好的 各位 我们的第二轮公演继续进行 接下来 来自陈凯歌导演的剧组 F小调幻想曲 这个戏呢 有一点快乐 希望这个片子 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 这是一个忙碌紧张 而烦难的 是的 我们有没有一点 淡淡的幽默 有没有一点 会心的微笑 有没有一点 其实不可企及的 对人生的小小梦想 所以 我们有了一个想法 F小调幻想曲 这是有关人的梦想的 一个短片 之所以要这么早的开会 原因就是 我们的拍摄时间极为紧张 我只讲 基本的人物关系 王强是一个两年来 才展露头角爆红的年轻男演员 胡杏尔老师要演一个 自由便有明星梦的富婆 他在他们那个戏中戏里头 和王强扮演对手 张爱宇是一个 有一点点小名气的导演 他现在接手了一个不靠谱的大一幕点 谁都不接 他接了 因为这是他的一幕处运作 故事自此展开 这个仍然是张涵宇家 张涵宇现在不是一个群演 张涵宇是一个八流导演 想想说张涵宇 你设想一下一个八流导演家里边 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刚出来就爆红的这种 他们的化妆间会是什么样 你弄得华丽点 这么短的拍摄时间 也有一定的难度 这也非常感谢节目组的这些老师们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虽然创意是我们想出来的 但是完成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没有 哥 好开心 又要一起演戏了 是啊 不过还是有点担心的 没关系 你肯定行 我们先用百事可乐干个杯吧 干杯 干杯 走吧 差不多出发了 我终于从这个 特约演员变成了导演了 没有 我终于不用叫你大哥了 第一次就是我演小弟嘛 在他面前都卑躬屈膝的那种 然后这次反过来 就是我完全可以不顾虑他的感受 您怎么来了 哥 来看一下 王强 你现在还是演 演大明星 你要设想 你自己已经是一大明星 现在王强这张脸走进来的时候 是非常做作的 我宁愿你什么都不做 正常的状态才对 你现在 你上谁家去这样啊 人都不给你打出去 我给你学学你 你来人家 你一进门 你又跟他又不熟 你是这么进来的 谁会怎么走过 好 好 来 我们再拍 你怎么来了 哥 他问你 你怎么来了 哥 你至少得冲他笑一下吧 你是对他有仇还是对他有意见 没有的 我一再地说了 从本质上来讲 在一个竞争社会中间 你不得不扮演豺狼的 但是内心深受 你不是一豺狼 人家跟你说话 你最少得给人笑容 是吧 好吧 咱们再来一次啊 凯歌导演能使演员 自己看到自己的缺点 能让人进步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凯歌导演 特别厉害的地方 你怎么来了 哥 挺好的 前奏这个很有意思 很有表演 可能你心里琢磨 怎么好 我怎么看不出来 你向生活 来 立即现在调过来 到他这边 来 反打 你这个任务还很艰巨呢 张寒宇的人物 他是一个狼狈的 生活着的 没有成就 也似乎看不到前途的 影视剧导演 不断的以谄媚的姿态 去讨好 与他工作的所有演员 他内心很纠缠 但是他得笑口常开 谁他都得罪不起 当你把这一点 把握住的时候 你基本上知道 你应该怎么样 他都多大了 还让一口一个小宝贝 小可爱的叫着 你现在没戏 他都多大了 我得特认真听你说 您打算说什么 你现在脸上啥也没有 你过去 你还等着他跟你碰 啪碰一下 马上就开口 走 那我不拍了 我告诉你 你站住 停 你现在就是轻声慢气 他站起来 你说你站住 我要是你 我就要比这稍微横一点 按我们老说这个 动力动力 Energy 这个词 没有 没劲儿 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 是吧 那么软的 我不是完全不批评演员的 你如果不在戏里 你说些四六不瞻的话 我就会批评你 片场就是战场 你受命而来 要全身而归 要做好 来的时候觉得还挺轻松的 但后来发现 为什么之前轻松呢 是因为把他想简单了 导演的眼睛实在是太尖锐了 张海宇 你现在还找不到 独自创造一个人物的感觉 你要很清楚的去想象一下 为什么你会急了 在这过程中 你有多少次喝了啤酒 其实喝的很少 你如果喝的很少 你哪来的胆叫住他 但是我是希望前面能多喝点 得着口口 我觉得吧 就是过去的这些老演员吧 真的连细汁都给吃了 你们就找不着这细汁 我要让你 别叫我哥 你比我大 您得喝着呢 喝着他们能喘不当气来了 谁哄谁是哥 这就是点啊 来 哥 别叫我哥 你比我大 谁哄谁是哥 你为什么一定要酒罐子拿下来 你才说谁哄谁是哥呢 谁哄谁是哥 明白吗 酒放下来才能开口说话 不是吧 生活里不是这样的嘛 对吧 这不生动 接着走 谁哄谁是哥 张海宇 你还能再积极点啊 谁哄谁是哥 我要你在喝酒的同时说谁哄谁是哥 谁哄谁是哥 停 谁哄谁是哥 停 谁哄谁是哥 停 停 也不错 挺好 这就都很舒服 明白 我就这条了 明白 就这条了 当你面临一个可以依靠的导演 我觉得珍惜每次机会 即便有这个缺点 就暴露在今天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总比一辈子在自己那个 固守自封的 那么一个小的状态里面 永远得不到提升抢 胡兴儿这个角色 就是如此质拗 得不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感情 想在电影中间来抒发一把 最后是失败了 他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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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的呀 咱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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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兴儿老师 他自称TVB是少林寺 这个胡兴儿肯定是从小被打起来的 打出来的人不一样 他那个进入那个状态 他对人物的那个理解 后来变成本能了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胡兴儿是一个想要为自己找到一个饭碗而演戏的人 有这种想法的演员一般都比较容易成 我真不是头脑约热才拍这个电影的 我经商二十多年 从开始创办公司那一刻起 我就告诉我自己 卡 挺好的 胡老师厉害 就是他了 别再动了 就是他 就是他 来我们现在 只有一次机会 你们去吃饭去吧 抓紧啊 抓紧 来咱俩去那看一眼 其实我挺佩服导演的 我觉得我的身体都没有他能熬 凯歌导演白天拍戏 晚上开始写这个故事 一点点一点点的修改 他是一字一句的用手写的方式 就是在白纸上写了满桌子 他为我们三个人写的一个原创剧本 也是所有的剧目里面唯一一个原创剧本 凯歌导演在创作剧本上面 就已经为我们花费了太多的心血了 然后包括在现场 我一直看到的都是他的脑筋不停地在运转 怎么去拍下一个镜头 怎么把这个场景弄得好看 一直都是在处于一个非常强压的状态里面 我觉得非常厉害 啪 他就作为了 手机我也已经准备好了 是吧 借用来调调幻想曲中间的一句台词 张海宇说的 他我只是告诉我自己 遇上一个戏不容易 我得把它拍好 其实呢这句话是我自己的心里话 我们是真杀青了 我觉得我们都挺拼的 很拼了 已经把我们所有的都拿出来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吧 各位影评团的朋友们 可以在影片开始三分钟之后进行投票 支持张海宇的按一 支持王强按二 支持胡信儿的按三 如果都支持就都为他们投票 接下来 陈凯歌导演战队作品请准备 预备 开始 请不吝点赞 希望我跟老师就像钢琴的黑白剑 永不分离 我们再弹一首吧 希望我跟老师就像钢琴的黑白剑 不 不 今天 就到此为止吧 我想我们 以后还是保持一点距离 我们的情感 是不会被祝福的 毕竟我大你这么多 我不在乎 我 卡 卡 为什么卡呀 我情绪刚上来 为什么不演下去啊 而且这个 F小调幻想曲 我们是不是应该弹出舒伯特的浪漫感觉 你 好像不太够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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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嘞 得嘞 哥 我只喝威士忌 哥 哥 你刚才演得挺好的 我感动了都 这条不可复制啊 怎么喊咔了呢 跟我说说 哪儿好了 你看看这剧本里 有这个拥抱吗 你是取直吧 是非取直 对吧 还有王法吗 多快勒得我喘不上气了 这 这性骚扰 小老师 人家陈彦秋 是咱这部戏的出资人 他演过戏吗 有钱是吧 钱大还是戏大 你是个导演 要点脸行吗 哥 哥 咱也不是头一回了 这么多天都忍过来了 就差这几场戏吗 忍不了了 再跟我玩临场发挥 强迫温暖 我就不拍了 都没有就男人 都别人 我现在想想想想啊 我说借你 我看我的 自己这位 很急 那事 你能想想想想想想啊 拥抱你 我说你不想想想想想想小子 那 可以拿情绪再过渡一下 是吗 如果情绪到了 一点也不突然 你不是说 真听 真看 真感受吗 那是斯坦尼说的 我没上过电影学院 我说完 毕竟我大你这么多年 然后他说 我不在乎 这就对吧 我特别感动 我抱他是因为我情不知尽 有道理啊 但是在密会里 吴慧元这个角色 在双方情感中属于被动的一方 那吴慧元是不会主动 去拥抱李善仔的 这样啊 都听你的 我抱了 可这结尾 他作为主动的那一方 是不是应该吻我一下才合理呢 说得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就这么定了 我 我跟他说一声 怎么说 他说你说得对 不要拥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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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在结尾处加一段 吻戏你觉得怎么样 哥 要不然你过去一下 咱们仨人商量商量 怎么商量啊 你当我还是一天五百块的 巴黎游小艳员啊 得嘞 他怎么还不来啊 导演 他怎么还不来啊 老计员 老计员啊 我已经找副导演催过他两回了 姐 我说服不了他也说服不了你 你也不是不知道 这家伙这两年有多火 我怎么不知道啊 所以我才用他呀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他怎么会来咱这个戏啊 我给他进京公司 开了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 我说也是 所以他必须拍完 你负责 你负责 勇哥 待会儿再补 拍不拍不一定呢 请 又有人送花呢 粉丝特热情 都在外边等你收工呢 快去拍吧 早拍早完 你负责 陆卓 其实我挺不喜欢贵圈的 听朋友说过不止一次了 两个演员名气差不多 在同一个戏上 化完妆 谁都不肯先上房车 非要另外一个下来 自己才肯下车 害得设置组 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晚下一步 就高人一等吗 一个投资人非要演女主角 不也是为了高人一等吗 大姐 你这是演戏呢 还是占人便宜啊 每场结束都来个亲吻 适可而止好吗 我都要求很过分吗 我的要求很过分吗 你配合一下很难吗 我配合不了 我是个演员 可以 那咱们就要按合约来吧 你要是罢严 就交出违约金 我也需要钱 不至于啊 二位 我在门口听半天了 是艺术创作 没有分清那才奇怪呢 都消消气 消消气 行了 今儿不拍了 喝了你的威士忌 我也是罪了 时间不多了 抓紧把戏拍好 明星不能喝 导演是可以还的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能拍好吗 你怎么来了啊 哥 你怎么来了 哥 我这地方不怎么样啊 一人住 凑合了 比我以前的地儿强多了 来 哥 别叫我哥 你比我大 谁红谁是哥 今天在片场 我不是冲着你 我 明白 明白 人家是投资人 他也不容易 我容易吗 他都多大岁数了 还让一口一个 小宝贝 小可爱的叫着你 你叫他出口吗 你给我两千万 我指定叫他出口 早知道这戏这样 就算跟公司解约 我也不会拍 没那么差吧 我觉得你俩演得 都挺真的 这戏出了 我的签诚就毁了 拍这戏给你多少钱 你有话直说 我说双倍 你别拍了 你别啊 咱们有合同啊 那我不拍了 我告诉你 你站住 我有时候真想给你机会 你知道吗 你有点欠揍 人家找你拍电影多好呀 我在这行熬了十年 才遇到这么一机会 我拍了十年的剧 就算我一步 还被提前下架了 人家老板找我拍戏 我站在人群当中 站了半天 人家老板说 导演呢 我说 我说在这儿呢 他一看见我 他乐了 他说 就你这模样 像导演吗 我怎么就不像个导演了 怎么着 回忆心丧往事呢 你又看我 不像个人 得这么又响了 不懂就算我 你这样 你怎么不来 你这样 我怎么看你 我说你 我说要是 我说你要是 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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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我 你醒了 我问过医生了 他说你就是太累了 多休 多休息几天就好 明天就是比赛日 你好好养病 我去练琴 我一定会把展杯作为礼物送给你的 卡 过了 好了 好 站起来 导演 刚刚那场戏啊 我觉得 他演得有点淡 他一点都表现不出他 他对于我的那种 那种真正的关心 你想怎么改 加上吻戏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觉得 他作为最爱我的人 为了照顾我 他有可能 会放弃比赛 留在我的身边 对 我跟他说去 哥 我都听见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换个研发 是吗 谢谢哥 医生说你就是太累了 干吗那么逞强 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 我哪儿也不去 一步也不离开你 那比赛怎么办啊 我不在乎什么比赛 我只想一直陪着你 卡 过 姐 姐 演得真好 还行 不过我总觉得好像 还缺点什么 再加个吻戏呗 好呀 好个屁 哥 淡定淡定淡淡淡 就轻一下 去去去去去去 来各部门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谁是负责人 我 我们是法院的 执行公务 余总 老板 钱到账了是吧 那 那就好 陈彦秋的公司破产了 法院居然到片场强制执行 当出签合同的时候 我说什么来着 对不起倒不必 组里连车都撤了 你派个车来接我吧 拜拜 这片子没成 未必不是好事 不用安慰我 就剩一场戏了 没拍完 有点遗憾 走了 不过这戏不拍了 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那可不 至少网上不会有人黑你 说为了钱 陆卓和一个比自己 大二十多岁的富婆 演了一对情侣 现在戏也停了 钱照样一分钱没少挣 都好的事 恶心我是吧 你别走 就差一场戏 这个机会我等了十年 眼看就要成了你这好 一巴掌把我的电影梦拍罪了 姐 你 你太猛了 我现在连死的心都有了 对不起 还能不能 陪我再坐坐 为了过个女主角的瘾 你也是挺拼的 佩服 我真不是头脑热热 才拍这个电影的 我经上二十多年 从开始创办公司那一颗气 我就告诉过自己 要选择成功 选择事业 其他一概让路 一路摸爬滚打到现在 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 没有谈恋爱 没有结婚 一晃眼 事事多了 却没有生下想吗 其实三个月之前我就知道 我的公司要没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我发现 最难受的不是我的钱快没了 而是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那种炙热的爱情 也从来没有穿过一支婚纱 在我生病的时候 也没有爱我的人照顾我 我挺对不起我自己的 所以特别想弥补这个遗憾 可在我这个年龄 也许只能在电影里面体验这种真正的爱情吧 所以才把我自己幻想的爱情加到戏里面 给你们添麻烦了 谢谢你们 导演 对不起 您的电影墨碎了 我的梦 也该醒了 咱们就散了吧 老师对不住了 一二七 放下 走 你这是想干吗 我签了合同 最后一场戏没拍完 算违约 算了吧 那一段时间 我自己看的 这就已经有个人了 是吧 吗 我会想干什么 在那边 说话 我会想干什么 我会想干什么 你会想干什么 我会想干什么 你也会想干什么 你会想干什么 你会想干什么 我会想干什么 有人需要这样的戏 其实我挺想和你好好演的 让我跟你完成你的第一部戏吧 来来来 快换上 这是我从服装间里偷出来的 现在什么都没了 就剩这个了 咱们就用手机拍吧 拍完 拍完 开始 谢谢你 给了我这场梦 咔 杀青 好 太厉害了 谢谢凯歌导演 谢谢三位演员 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专业的评审 我们还有最后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锁票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位演员登场 好的 我们首先听听耳朵声导演的点评 不用点评了这部 无语了 今晚 今晚我觉得剧本最完整 最好看 而且演员平均分高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很棒 谢谢 王强跟张爱宇 比起上次《门徒》 就感觉好很多 好像你演我的那些戏都不太好 是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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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 胡信任我不用 不用给分给你的了 我相信他们跟你合作 从中一定会学到一些东西 是 有的 确实 是吧 是的 是的 很好很好 鼓掌 好 好 谢谢导演 谢谢 郭敬平导演 其实这个跟赵伟导演那个 其实都是讲我们影视行业的一些 大家经常会八卦的 或者津津乐道的一些内容 但一个是来自制片人 对演员的困扰 一个是制片人 对编剧和导演的困扰 制片人脉 但这个戏我很喜欢在于就是 因为我觉得凯歌导演 他作品底蕴里面 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 虽然中间有很多 特别好玩的 好笑的观众面也在笑 但是看到最后他的基调是让你触动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留在结尾 留给我们的余韵是很舒服的 而且演员 我们可能上两场的时候 我还在说 海域可能会有一点大 或者演的时候 说会有一点 可能不注意控制 但在凯歌导演的镜头下面 当一个镜头一个镜头 仔细拍的时候 其实你的那个分寸 就把握得特别好了 该出来的地方出来 该淡淡处理的地方淡淡处理 所以就看着很舒服很流畅 还有一个就是我看 杏儿姐的时候 她的那个度真的演得好微妙 她在演戏里面那个度 和她真正离开镜头的那个度 把握得真的特别好 特别的准 杏儿姐其实她从第一期开始一路 她都在演不一样的角色 而且每一个其实都跟她差距挺大的 所以其实杏儿姐特别让人佩服 就是她愿意为每个角色去付出的 这个东西是很打动人的 而且刚刚好几个眼神 是很让人心动的 然后王强到后半段特别好 前半段我有一点没进去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那个装一个明星那个调 拿得有点高了 其实再放下来一点会更好 但是后半段是越来越自然 就跟三位的基调是追得越来越准了 所以说是我看完我是很喜欢的 很温暖心里看完 谢谢 谢谢 我比较喜欢杏儿演的 因为真的 其实我挺怕出现一个感受的 就是肉麻 当然我觉得你演得特别地自然 就让我觉得还是相信 相信你做了这么荒诞的一件事情 而且也没有特别地去卖惨 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处理 好 谢谢 谢谢导演 好的 谢谢赵薇导演 感谢三位导演的这个评价 我觉得站在台上三位演员 确实是非常努力地 把这个戏想演好的 今天呢我就不做评价了 就是大家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这个舞台的魅力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我们也没有多少钱 所以我也特别赞成 赵薇导演所说的 艺术是自由的 在这个舞台上呢 我们可以表现 多种多样的想法 那让我们自己的 短小的作品都插上翅膀 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所思所想 这个呢是最重要的 也是这个舞台最有价值的地方 谢谢你们的表演 谢谢凯哥导演 我们来听听 各位评审老师的意见 其实我想讲到一个 关于制片人 我们在选角的时候 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 他的职业度和敬业度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 杏儿姐姐 所以我今天一直在 其实在观察他 每一个 不管是导演在发言 还是这边评审团在发言 还有包括每个演员发言的时候 他都非常认真地在听 然后他的这样的工作状态 其实是会有表率作用 会给很多工作人员一个带动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谢谢 应该的 应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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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逊 像杏儿老师这样的演员 和王枪这样的年轻演员 他们之间是有可能 能擦出火花的 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很让我感动 然后我觉得张海宇老师的演技 也挺令我惊艳的 看到了你表演的 这个精彩的亮点 非常感动 你们真棒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给我们的鼓励 三位演员 我们也分享一下吧 首先 杏儿姐 首先我想说一声抱歉啊 因为可能是我的年龄 还有这个外形方面 让导演费尽脑汁 去想出一个这样的剧本 把我们三个演员 放进这个戏里面 我觉得是特别 合适我们三个人的 然后因为导演 其实是很辛苦的 一直没有休息 但是每一次拍完一个镜头 导演都会让我们去看回放 都会调整我们 我就觉得 哎呀 我好幸福 因为 不是来到这个舞台真的是 一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吧 谢谢导演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 我很开心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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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是我们队伍里面 表演经验的话 我觉得算是最少的吧 就是我去年三月才出道嘛 无论从第一期舞台到现在的影视的话 其实我都蛮紧张的 我压力很大 而且最早的时候我以为我会被分配到 就是过关那个组 结果导演把我安排到 跟馨儿姐和韩宇一组的时候 我当时挺懵的 然后就 吓到了吧 和我谈恋爱 太强了 不是 主要是太强了 你们两个 然后我就真的很怕拖累他们 真的 我觉得我在这个组里面 就不仅在学表演吧 我觉得更是在学一种表演的思维 反正最初来到这舞台 就想着不要被淘汰 然后走到今天的话 就是想着说 抓住每一个表演的机会 嗯 怎么样把它诠释的不一样吧 然后 我在里面演的也是一个 因为流量 就特别大爆红的男星 然后我记得其中有句台词是说 我特别想做好演员 但是没有人 在乎我演的好不好 我只要耍耍帅 就能把钱给挣了 其实我想说 你再帅能帅得过梁朝伟吗 尔东升导演之前说过的 嗯 然后我觉得 还是得把戏演好 真的 反正我现在才刚刚开始 理解演员这两个字 谢谢大家 谢谢 王先生很棒 嗯 我其实一直 记着凯格导演 在上一轮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你什么时候 然后在大冬天的雪地里面 你悟出了一身汗 就算悟明白了 来到这一轮 我看到一个是人敏 一个是幸儿节的表演 就是我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在大雪地里面 还能够悟出一身汗 心无旁骛的一个超然的状态 就是这是我来到这个舞台 希望得到的东西 感谢这个平台 确实演员请就位 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非常值 谢谢各位 谢谢 好的 谢谢三位演员 那么接下来凯格导演 要在他们三位当中 选择任意两位 来公布他们的票数总和 王强和张海宇吧 好 两位男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屏幕上的票数总和 好 好紧张 两百六以上吧 肯定两百六以上 好的 王强 张海宇一共获得了二百四十九票 好像唯独没上二百的就是咱俩 一三 咱们第二 我是偶像 我也想成为一名演员 不是三分钟热度 而是想要体会百事人生 为我所热爱的每一件事情 付出全力 质疑 嘲笑 不解 我已做好直面的准备 因为热爱 会给我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 看我多热爱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 所有参与第二轮公映的作品主演们 再次登台 可以的可以的 在我的手中有两张S卡 她将是在第二轮剧目总票数前两位的导演 可以得到的小刘 接下来先看一下大屏幕 目前的排名情况 她们的票数相差都是十四到十六之间 没有很多 我觉得肯定是我们能拿S 所以我们首先公布郭敬明导演剧组 目前没有揭晓票数的演员 燕子东 她获得了现场的一百三十一票 恭喜燕子东 郭敬明导演剧组剧目总票数来到三百三十票 好高 恭喜小黑 恭喜小黑 接下来 耳东声导演《花椒之味》剧组 目前张悦和孙谦的总票数二百三十三票 我们未公布的是马苏的票数 好可爱 马苏的得票是 一百三十九票 剧目总票数三百七十二票 好 剧目总票数三百七十二票 吓死我了 一百三十五票 接下来陈凯歌导演剧组 F小调幻想曲 目前公布票数的是王强加张海宇等于二百四十九票 好 根据我们这一轮表演结束大家的投票统计 胡馨儿最后得票 一百六十票 好 胡馨儿这一百六十票也是目前揭晓的票数里面最高的演员 赵卫导演 剧场 已公布孙杨加贺开朗总票数二百六十三票 好紧张 我别拖着大家后腿了 根据现场投票结果的统计 王志最终得票 这个 王志最终得票 一百一十二票 赵卫导演剧场剧目总票数三百七十五票 好 挺 好 目前我们看到第二轮公映之后 导演的剧目有了新的排名 在这里我们恭喜凯歌导演赵卫导演 收获总票数第一第二名 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凯歌导演到台上来 将你的S卡交到你的队员手中 胡幸尔老师 应该是我们全场得分最高的一个 所以你会自然的获得一张S卡 你会自然的继续在我们的战队中奋斗下去 这点我是有信心的 海宇 你演得很好 但是你还需要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这张S卡我给王强 王志 就是因为王强我觉得 在他面前作为演员的路还长 他说他是去年三月份才正式出道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头 已经有这样长足的进步 我已经体会到 从他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 真正的大明星的魅力 谢谢导演 你一定会得到的 恭喜王强继续留在 陈凯歌导演的剧组 王强 请发表你的进组感言 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毫不避讳地说就是 我又能继续留在这个舞台 继续学习 谢谢导演给我这个机会 这个舞台我们就是要看演员成长 所以呢 我觉得我想把这张S卡给目前为止知名度最低 流量最低的演员 我想看到他的成长 所以我会把这张S卡给贺开朗 谢谢赵卫导演 谢谢赵卫导演 恭喜贺开朗 谢谢 老师 老师 我继续努力 我尽量不让你丢脸 我们的八部导演作品已经全部供应结束了 接下来有请所有的带定演员来到舞台上 有请大家 我们现在看到了四位导演的剧组当中 处在带定位置的各位演员 谢谢 接下来我们其实为每一位导演准备了一张S卡 每一位导演都可以把你手中的S卡交给 你们战队的任何一位演员 今天将会有八位演员 离开这个舞台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舞台上的局面 郭敬明导演的剧组 五 现在有五位演员 永远有一站都为你而让的地方 才能成为家 我想陪你去散散心 凯歌导演发出了两张S卡 现在有四位演员在带定曲 小安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混蛋 这边尔东升导演六个人 一定是他上 他们要藏着三人死在一起 你这边疯了 好吃啊 你也试试 嗯 赵薇导演 有五位演员在带定曲 这个剧本 充满了希望 准确来说我写的是悲剧 说好的永远的 咱俩的时间 还能续吗 我们首先有请尔东升导演 有请 有请尔东升导演的剧组 尔东升导演的剧组 我都替你精进 我在看就是比较安全的 我就不给了 马苏黄毅跟温真荣 是分数应该能进的 我是猜 谁可能会分数不够 来 给你 给你 张悦 恭喜张悦进组成功 张悦 有请赵薇导演的剧组成员 因为我没有想到 二道会给我S 因为你有危险 有危险 有危险 反正我就努力做到 后面绝对不让二道失望 恭喜张悦进组成功 有请赵薇导演的剧组成员 来到舞台上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是我们还有 后面的一些机会 但卡只有一张 所以我这张S卡 我会给 蜡木杨子 蜡木杨子 恭喜蜡木杨子 我希望蜡木后面多一点时间 可以在剧组跟我待着 谢谢赵薇导演 谢谢 接下来有请凯歌导演 这是一个很纠结的决定 但是呢 这决定是必须要做的 我希望我们能够秉持 演员请就位这个节目的原则 就是帮助 后进的年轻演员 获得真正的进步 所以我这张S卡给 陈又为 陈又为 恭喜陈又为 希望他能够真正从 这个大家的批评中 吸取养分 你在下面的工作中间 确实要表现出 你没有辜负这张S卡 一定 应该谢谢在座的导演和观众朋友们 谢谢 谢谢 这张S卡会选择一个女生 那这个人是 王处然 王处然 恭喜处然进组成功 感谢郭敬平导演的选择 我们一共有八位演员 已经成功进组 那么接下来在我身后的 十六位演员当中 将会有八位演员 在今天从这个舞台杀青 他们能不能进入下面一轮 完全取决于 今天在现场的各位观众 大众评审 以及我们的制片人 组成的专业评审 我们按照票数的排名 取目前的前八名 进入到下面一轮 那么接下来 首先为大家揭晓第七名 他的票数是一百二十五票 张海宇 张海宇 第六名 他获得了一百三十一票 燕子栋 有请 票数第五名 同样获得了一百三十一票 黄毅 黄毅 接下来公布票数第四名 马苏 他获得了一百三十九票 票数第三名 我真的觉得很危险的 其实差不多了 我觉得其实可能今天 可能就最后一次 对 就是我留下来就是继续学习 但走了 我觉得这次学的就是非常非常值 马博欠 获得一百四十六票 恭喜小马 谢谢大家 票数第二名 获得了一百五十八票的 丁程鑫 在场上的十六位演员当中 获得票数第一名的是 胡信儿 一百六十票 那么我们还有一位演员 可以进入下面一轮 就是排名第八的 他最终的总票数 一百二十票 一百二十票 让我们恭喜 施柏宇 好的 舞台上的八位演员 继续留在你们导演的剧组里面 接受下面一轮的挑战 非常感谢你们这一轮的表演 孙杨 孙杨 好 第一个问题 你有想过说自己会在这个阶段 傻青囊 说真的我还真没有想过 但是很满足了 孙杨 孙杨 你在哪儿 我认识到大家 这一群 有潜力成为朋友的朋友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我也从你们每个人身上都看到了非常优秀的部分 也是我可以努力去学习的部分 我来到演员请就位 就是我想突破自己 他会跳舞 我想让大家看到我更多的塑造力 我很爱这个本子 这一次跟赵薇导演合作这两部作品 我相信已经会让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看到了我更多的一面 就放开了投入神经纸 我是怎么想的 这个平台给我们一个展示的机会 这里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地方 其实今天这个结果我没有太意外 因为这个剧目演的真的不好 我在这里我真的要跟儿导要说一声抱歉 我让你失望了 我没有演好 其实我来这个节目也参加了那么多轮下来 我的自信其实一点点是在重新拾回来的 我觉得李志南啊演的挺好 你的无奈啊 你是一点折都没有拿你这弟弟 哥哥的表演我很喜欢 特别舒服 给的力很轻 但是我都能接受得到 志南我能感觉他在塑造这个人物 情感比较生活跟自然 你让我看到你真实的感觉 谁不去 这孙子 你还是有你的价值的 千万不要否决自己 表演对我肯定以后 这些话都是很鼓励我的 可能就是我今后几年 往前冲的一个动力 因为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这个话 我觉得我离开这个舞台是非常不舍的 但它毕竟是一次比赛 有输就有赢 我已经成功拿到两张S 谢谢儿道 给我这个信任 但是我今天确实我自己输得心服口服 我觉得来这趟节目很值得 求求你让他安安静静地唱戏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锻炼 我在年轻选手面前 我学得很美 我不会连累你 那文正宏老师呢 一直说他是个会演的演员 当有技巧的人 进行表演的时候 他非常容易 把自己真正应该遵循的东西放下了 因为你技巧太好了 这次也让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缺点 但我不会停步 只会让我越挫越勇 对 本来就不太想哭 我都准备好感言来了 然后还是有点难过 稍微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来到这个舞台还是展现了一下自己 来 去 我不让我不要 不要 吃你一个 不要 什么状态 这什么状态 我不要这样的状态 我很开心 我不要 当然最开心的就是 获得了一枚帅爸爸 就是儿道 OK吗 OK 你觉得保持吗 亮个像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还行 你舒服就可以了 儿道每天都很关怀我 来这节目就是希望大家能认识我 然后现在我不管别人知不知道 我起码这么厉害的四位导演知道我了 我就蛮开心的了 我让自己变坚强了 为什么 唯一的遗憾就是说 我希望能够多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 走到这里已经完成一次影视化了 拜拜宝贝 所以说我还挺开心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其实我觉得我运气已经算很好了 你们怎么在一块儿 被导演拉回来 又跟我这么喜欢的演员都合作了 我还想问你呢 你怎么认识他们的 这已经是在我自己的预期之外了 演员董思义杀青 演员孙杨 杀青了 演员王志 杀青 演员李志南 杀青 大家好 我是演员孙谦 请你们能记住我 演员孙谦 今天杀青 演员温真荣 演员请就位 杀青 关注演员 请就位官方账号更多独家花絮等你来看哦 正片没看够 欢迎每周日晚20点来腾讯视频 会员专享节目 片场收工后和演员们一起放松畅聊 周二周五十二点 导演请指教为你揭秘更多精彩幕后 其实这个节目最开始找到我 希望我能够在这一季加盟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们说 在这样一个阶段 我会有机会拍摄一部天使剧本 助力当时已经从这舞台上杀青的各位演员 有机会重新返回舞台 接下来我们的天使剧本即将供应 我们有请天使剧本的三位演员 黄孟莹 张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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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他们能够进入下面一轮 有更严格的条件 今天现场一共183票 我们的演员要得到 超过80%以上的票数 才可以回到这个舞台 就意味着他们要获得146票以上 如果他们的票数超过了146票 他们将会有机会进入到四位导演的剧组 与他们进行接下来的录制 那么我们即将要带来的剧目是 花木兰 花木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包括赵薇导演也演了一部花木兰 请各位欣赏 怎么了 怎么了 天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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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天使 谢谢 谢谢天使 给我们重生的机会 看到我女型的翅膀了 看到了 三位演员 其中两位是女生 所以在构思她的故事的时候 就想要写一个跟女性相关的 我觉得花木兰是非常适合的 大部分花木兰 他们的内容都是从征兵 替赴从军开始的 我们就打造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花木兰打了十几年的仗 那么经历过那些战争 然后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你最后时刻的那个眼神 和那种不屈不甘 然后就像是一个 经历了很多战役的一个战士一样 所以宁凤杰来演花木兰 这个花木兰对你来讲是轻松拿下 我一点心里都没有 不 你在前面的两个戏 就是给的表演都太满了 我觉得 但是花木兰就是放掉这些表情 就是一个面误表情 其实花木兰就是一个打了十二年仗 其实她很麻木的 那花木兰其他的人是谁呢 对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女生 然后就想 说再弄一个花木兰 就是弄一年轻的 然后是柔然军队版本的花木兰 就是你的这个敌人 也有一个替肤从军的一个小女孩 就是叫萨仁 然后熬灯就是一劫 你们俩是恋人的关系 我们的剧目叫花木兰的话 我希望她有英文名叫Moonline 就是月光的意思 萨仁在他们的语言当中是月亮的意思 我觉得她是花木兰的映射 所以呢 就硬生生地写出了一个 就不存在的故事 但我有信心 让他们非常真实 她是男生 不能够比女生还要白 头上要有一顶帽子 区别女生也区别其他人 熬灯就是勇 木兰是痞 萨仁就是蛮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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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你们了 高兴 你们要一起唱一首歌 最好呢跟草原有点关系 喝一段旋律 喝一段旋律 五睡留声机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乐团 但是他们现场创作一段旋律 完成的特别特别好 你就是一头狼你知道吗 被打了之后 这你所有的都是嚎叫的 一二三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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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受伤 OK的 刚才那个特别OK 谢谢大爷 你们怎么样了 没事 不做了 我们不做了 我们不做了 所以当时真的疼不通了 没忍住想忍来了 那真的就真的一下 女孩跟她还在说很真实 这么野心的女孩跟我外表反差很大 以前没有尝试过 开始 手扇扇宁死不响 可不可能让你们为我当我碰我的身体 好 停 好停 我们再来一遍啊 非常好 刚才那种演法容易观众会发笑 就是不可能让你们碰我身体 我特别容易那种观感 我知道你们喜欢什么 对对对对 不行 我为了柔然女人 岂是你们为我脏口能碰你 就是刚才那个肚 再降一格就好了 前面都挺好的 柔然人宁死不强 更不可能让你们碰我柔然女人的身体 如果你流泪 没关系 擦掉她 擦掉她说我知道你们想什么 我不可能让你们碰我的身体 好吧 来 不要担心流眼泪 来 准备好 情绪到我们来 但是你们飞过脏口 休想跑我的身体 好 停了 过了 完美 好 漂亮 任务完成 黄梦莹 她身上有一种特别不服输的感觉 壁东 她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女孩子 无论是拍打戏或者演戏 她身上都有一种要做到最好 我要努力的这样一个劲儿 碰到好的对手 其实是件特别幸福的事 有盔甲 好停 好停 刁蛮少女 刁蛮少女 真摸 不是 没有这么多的 不用那么烦 你过来 来 来 好 我觉得洪姐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然后拍摄的时候 给了我很多启发 洪姐你看 我们最近运动量真的挺大的 这种东西挺好的 她还可以测血氧 嗨 塞瑞 我要测血氧 最近太累了 看来这个树脂的话 我们应该好好休息 拍完戏之后 好好补充一下睡眠 她们两位非常辛苦 短时间之内 要拍出非常高质量的武士动作 我作为一个 女生戏里面的男生 我的这个角色 她虽然戏里面有很多 但她有她的高光时刻和她的使命 不行 不行 对不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演这么一点点的戏 都是眼神和情绪 我就比较触 我那整场戏都 不太想说话 拍那个戏的时候 真的压力很大 不行 还不行 好 没关系 停 想一想 她是你最爱的女人 你们两个 经常在一起 骑着马 晚上 看天上的星星 随时都有在跟我做调整 然后也特别会激发出 我们最好的情绪和状态 好 我们再做一次 是决心 荣然人 宁死不降 我们就这么做 来 再来一次 荣然人 宁死不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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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导演手下的演员 是非常的有爱和温暖 和自信的 他可以给到我们很多力量 所以你要有一点自信 你很迷人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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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最后一遍 在跟大鹏导演合作的过程上 我发现他是一个 非常 悉心 而且非常呵护演员 的导演 小心别划伤 拿个垫子吧 拿个垫子别这么硬式 冰袋 他有那个油 你自己 真的 你休息 你垫点屁股别凉了 没事 他永远是用小跑的 他从来不会很 拖胎的在那走 他跑过来跑过去 鼓励你这个 鼓励你这个 你是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收点情绪 待会儿演的时候再用 你就感觉他在他身上 看到的永远是笑脸 和满满的 能量 就这种能量是特别震荡的 然后你能感受到他 他影响到你 感觉我身上 搭了无数的交手架 这个支架支撑着我 我们H&M的心 这么大心 到我五六点 是不可能接受的 来了 开工了 开工了 木兰最后要沐浴 在清澈的河水中 洗涤自己 只十几年的疲惫 然后我之前做了好多的准备 那天还特别冷 我要先把那个 下水的衣服穿在里面 因为外面在下雨 我感觉下大了呢 我们写剧本的时候 我们没有到现场 没有看到实景 我们只是在脑子里想 那些人会怎么说 他会怎么动 没事啊 我们先摆 有可能我换个方案 我觉得就是 我挺心疼他的 一个女生 然后现在秋天 我穿这么多 我都觉得冷 她如果下水洗澡 那你可想而知 我想明白就是说 为什么我一定要拍洗澡 就做一个另外的选择 我想了一下 我们今天不下水了 不拍了 就是少受点罪 我们改一个方案 但我觉得这个决定没错 就是现在 现在我觉得 我们即将要拍摄 这个方案会更好 一定的 然后导演给我打了一个 特别大的定心丸 我相信一定 会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霓虹节的投入程度非常高 用我自己的话讲 他有点上身的 就是这几天相处下来 我甚至有一种幻觉就是 没有霓虹节 只有他 还不来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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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三 四 五 外 十 两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再说吧 将军 又急又好的事 等一下 什么事 将军 有一队如如士兵偷袭粮仓 企图放火焚粮 被哨兵发现了 杀了四个 抓了六个 自己人有伤亡吗 有 有一个兄弟庆祝胜利时用力过猛 肩膀脱臼了 又急又好的事 将军 刚才在抓人的时候 我们在如如里发现了一个女扮男装的小姑娘 那面容身段老好了 那吓完了 说是任由将军处置 只求不死 所以我赶紧来问问 华哥 你要不要亲自审上一审 一见连日征战之乏呢 人在哪儿呢 命不错 将军同意见你 华哥 人来了 审吧 怎么着 程副家 想和我一起审 来 将军慢神 将军慢神 将军夜审 总射军机 都给我滚远点 走 叫什么名字啊 赛人 月亮的意思 将军懂我们的语言 年轻辑 还真正是 还挺好看 为何归我啊 我不想死 这么简单就可以不死 那仗早就打完了 你归我 是想杀我吧 怎么还不动手啊 他呀 啊 你们的男人都死光了吗 肉燃壮士多得就像大魔力的沙子 我自愿替父从军卫国锦州 再死你们卫国蝼蚁 肉燃女人就够了 今夜你们席粮是假 行刺是真 成不成功都得死 但我偏不要你死 将军 我给您和柔然姑娘弄了壶酒 边演边闪呗 滚 好 将军终于身体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柔然人宁死不响 你们非国藏口就想跑的身体 走出炸门必死无疑 正好我义 我会剥去你衣物 师玄马尾 名罗犹于军营之中 让我们的战士也好好看看柔然女人 坦坦为君降临 神人口中的最强武士 即使如此卑鄙之 你们的可汗已经提出远嫁公主 和亲休战 事到如今 已经不需要无畏的牺牲了 你又何必为战而战 为死而死呢 作曲 李宗盛 今夜你行刺失败 与你们柔无然人的性格 回去也是死 伴坐未明向东走吧 等战争结束了 再与你父亲相会 为什么不让我死 因为 我喜欢上你了 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战友 她也是个女人 我很想她 她死了吗 不知道 她也是为父而战 甘愿赴死 但当她第一次踏上战场的时候 吓傻了 一把刀从上面劈下来 她发现自己 没有想象中那么勇敢 一个叫小龙的同乡 替她挡住了这一刀 从那以后她就告诉自己 要活下去 为伙伴而战 今年后伙伴纷纷战死 她却节节高升 便看着战火纷飞 百姓流离 她告诉自己 要为苍生而战 虽然她是我的敌人 但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但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她为父亲 为伙伴 为苍生 打了十二年的仗 却从来没有作为真正的自己 活过一天 这样的人你还想成为她吗 如果不是战争的话 你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但现在 你是战俘 他是将军 有盔甲 你就不怕我说出去 有人会相信吗 你觉得这上面是什么 是死人 是死人 战争里 我们和你们死掉的人 一开始 每死一百人一刀 后来每死五百人一刀 再后来 每一千人一刀 死了这么多人 就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 一颗尖狼牙 十条未军命 就你这功夫 这狼牙项链不是你的吧 老灯说敌人看了会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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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上人啊 是我的星星 星星守着月亮 他也死了吗 是我的星星 他也死了吗 这会怎么还会看 是因为你 Beef 自然而来 真字幕 求告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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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师 你自己选择 将军 人带来了 干吗这么看着我 我又没把他怎么样 是生还是死 你们自己选择 是要血迹柔然 我承诺善待你们的尸骨 若要选择另外一条路 那么仨人 向东走 找到一条叫来水的河 那是我的家乡 那里的人会善待你们的 将军 我们去来水 好的 我们去来水 去来水 我们去来水 去来水 去来水 回家去 我想和你一起回家去 你 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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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然人 你死不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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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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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找到一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各自都发挥得挺好 谢谢赵伟导演 谢谢 我觉得《大风格》真的是天使 就是可以给你们这样的 拍一个东西 因为真的从浮华到场景 它的镜头语言 其实真的是很大程度上 帮助你们的表演的 包括你们在打斗的时候 那些很多的力量感 速度感 其实都会让你们的角色 非常的丰满 《梦影》有几个地方的处理 我找不到你的动机 比如说你一进来 跪在他面前的时候 你的动机是想杀他 还是不想杀他 你想让他意识到 你有问题 还是掩盖你的问题 是在掩盖我的问题 因为我们之前的前景预设 就是我们是一个 柔然过来的自杀小队 其实你就是想自杀他嘛 对 想自杀他 对 所以你的表演 有两个地方 让我觉得分层了 就是第一 你第一个表演是对的 你留下了一滴泪 那个柔弱害怕 就那个是对的 那个是在掩饰你背后 真正拿了匕首 但他问你的 第一个问你 第一个开口的 第一句话就太冷静了 为何贵我啊 我不想死 这么简单就可以 我觉得你的表演是要连贯 就是你的这个动机不能变 就是你开始装了个柔弱 后面立刻变得很坚定 我就会想说 那他到底是想让他看出来 还是不想让他看出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我也可以跟你探讨 就是你最后 你发现他后面拿了刀嘛 对不对 其实你是想暗示他 不能再动手了 因为你是想劝他 但是你演得太过了 好的 我们去爱谁 去爱谁 我们去爱谁 去爱谁 去爱谁 你这个过都 霓虹姐不可能不发现有问题的 就是你那种演法是势必 就挑明了他要来事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如果演得特别淡 都是不用那么夸张 就是我们一起去来水 我想和你去来水 这个会非常说服人 霓虹姐也不会起任何的疑心 但是你当时 我们一起去来水 就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你有事 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他马上要动手了 那里也是我觉得多了的一个地方 但总体来讲 其他都挺好的 是一个很完整的片子 而确实你们得真的感谢大鹏导演 他是拿生命在护送你们最后一波 对 谢谢国际明大 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第二个点 我想就是跟你说一下我的理解 因为我们设置我这个角色 她是一个小姑娘 就可能思想比较简单 然后可能在那种最危急的时刻 她看到她的爱人 她说出了她心底 最真实的想法我不想死 我真的想跟你活下去 所以我就用了一种比较简单 然后直接的方式 然后把她心底最想说的话 给表达出来 可能这个方式 不一定非常地恰当 然后我也吸取到了 好 谢谢郭敬明导演 谢谢各位导演 因为毕竟我是导演 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他们的呈现有任何遗憾 可能我都要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她是不想让我有 任何心理上的压力 好了 各位专业的评论老师 首先非常感谢那个大鹏导演 有这么一个天使剧本 把这个三个天才的演员 给挽救回来 你给了两个演员 非常好的这种互动关系 给了一个男演员 非常好的支点 所以整个表演过程当中 倪宏杰的表演 其实是带节奏的 因为她要内敛 说的所有的话 要让撒人相信 所以她的输出 她说的每一句话 以及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 都必须是准确 无误 要走到那个撒人的心里边去 在这点 倪宏杰我认为她是做到了 她展现了一个优秀演员 应该有的自信 所拥有的那种稳定输出 特别特别棒 黄木莹呢 在那个面临 倪宏杰的这种输出的时候呢 她其实接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她绕到张艺杰 扮演的角色后边的时候呢 因为她本能地 已经信了黄木兰 她看到刀的时候 她已经知道 张艺杰要干什么了 所以她那时候的表现 我反而觉得是对的 最后那个张艺杰的表演呢 其实她的这种鲁莽的行为 反而证明了 黄木兰拯救撒人的这种必要性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好 再次感谢三位 还有大鹏导演 给我们带来的一出好戏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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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喜欢这个电影 我其实要特别地 跟倪宏杰老师说几句 我觉得倪宏杰老师 是身上少有的 既天真又性感 就能把这两者 特别好的融为一体 然后我觉得 你非常地有少女感 这个少女感 我觉得跟年龄无关 我从蓝色骨头 包括到去年 你演的过春天里面的 那女孩的妈妈 我真的都非常喜欢 我觉得说女演员的 这个空间少啊 其实是因为 我们的女性的创作者 制片人 当然也包括观众在内 就我们的市场 还是单一了一些 各种的作品啊 包括评价的维度体系 都很单一 但是我觉得 有这么多女性演员在 这么多的从业者在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我是真的想表一下白 就是很喜欢这个剧本 也很喜欢这个剧的表演 然后我也今天 特别想跟观众们说 就是在这个场子里面 年轻的男性演员 特别容易得到认可 因为相对而言 女性的观众天然的喜好 这是一种性别喜好 但是这不意味着 就是我们的审美 应该如此单一 我喜欢这种 就像霓虹杰老师 带点冷硬的美 带点力量感的 凛冽感的美 我也喜欢这种 就是黄梦瑩这种 带着点抑郁色彩的美 我也喜欢张艺杰 最后的那个决绝的 那个那种就是近乎 你甚至觉得这个动作 又突兀 然后又还带着一点理想主义 但是她很壮脸 所以我觉得美是有不同形态的 希望大家观众 给到这些优秀的表演 以更多的空间 真的是这样子 觉得很受打动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原子弹老师 谢谢各位 好的 那三位演员 你们来分享一下吧 木兰先 一下子就是从一个 从事演配角的演员 一下听到那么多赞扬 我有点不太适应 其实我是一个性格里没有什么骄傲的一面 我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自信的人 这可能是因为跟我从小成长的经历有关系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敏感和自卑的人 但是这两天的拍摄 我相信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我们大概真的是差不多连续拍了49个小时之后 我就看着导演那天凌晨就踏着小碎步 他踏着小碎步是因为他跑不动了你知道吗 当他踏着小碎步走到我眼前的时候 我就看着他特别疲惫的脸上 还挂着笑容 我那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特别的温暖 我觉得导演就像一个家里人 而我是在这样一个像家的剧组里 我找到了满满的自信 这是我在这二十年的那个拍戏的那么多年数里边 就是真的很少有这么温暖的时候 所以我真的要感谢大鹏导演 你生出了天使的翅膀 也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感谢节目组邀请我 其实我通过参加这个节目 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像我们这样的女人到了四十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年人阶段 因为我们更加地真实 更加地通透 我觉得在我们身上 充益着满满的故事性 我觉得我们这个四十岁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年龄 我们就应该特别有自信 而且我也看到很多网友 就是在给我留言说 希望就是能给我们 这个年龄段的演员多一些机会 他们也真的很可爱 在这里我也谢谢他们 我相信他们的声音 所有好的制片人都能听掉 然后姐姐我也听到了 姐姐我会加油的 我是演员 我是霓虹杰 我会做得更好 谢谢你们 我想说整个拍摄过程 我非常地享受 我体会到了酣畅淋漓的感觉 而且大朋友也已经激发了我 全身的雄性荷尔蒙 在那场打戏里 当您跟我说 孟姨娘拿出狼性的样子 我也去尝试着去嘶吼 然后猙獰的表情 后来您叫我去监视器看 我当时觉得 天哪 又猛又丑 怎么办 嫁不出去了 然后您还记得你男生说 没事 我帮你找男朋友 还算数吗 我老说这话 那你帮我也找个男朋友呗 你现在没男朋友 真的 你现在变真婚大会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不了解你们状况 对 谢谢大朋友当然 别客气 别客气 他们信你是 谢找男朋友的事 你想清楚了这样 刚刚提到了一个复仇 其实三位演员 为了准备这个角色 各自写人物小传 剧本是三千四百字 黄梅盈教给我人物小传 三千六百字 他给自己杜撰了他的家庭 然后一家几口人 然后哥哥去从军 然后怎么被北魏的士兵所杀害 那个匕首就是他哥哥的 然后他爸爸已经很老了 所以他就加入到了柔然 这次自杀小队的队伍当中 反正没有在片子里呈现的 他们都做了这个功课 这是为什么他们可以 特别有底气地进行表演的 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谢谢演员们 谢谢 谢谢 别 别 别这样了 别这样了 咱们别这样了 那个一杰 对不起你 戏分有点少 但是你真的很棒 没有 我觉得很幸运 能演到这部戏 然后不管有没有 继续往下走下去 我觉得值得了 赚了 谢谢大鹏导演 好 谢谢三位演员 好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要面对投票了 他们将会要面对的是 超过80%的总票数 才可以有机会 回到这个舞台上 好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张艺杰的总票数 一百一十九票 可以了 恭喜一杰 恭喜 至少这是大家对于我们表演的一种肯定 加油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黄梦颖 现场的投票数 请看大屏幕 一百三十三 这在今天进行过公演的演员投票里面 算比较高的成绩了 木兰 大家看了你的表演 也做了点评 气氛 气氛都轰到这儿了 能不能咱们这一轮 有复活的名额产生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霓虹杰的票数 哇 够了 够了 有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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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导演 别客气 我就送你到这里了 我就送你到这里了 我完成了我的任务 我来这个节目就是要拍这个片子 然后送演员们回来这个舞台 没能够保护好你们所有人 但是我们村里有全村的希望 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 继续给大家带来表演 谢谢 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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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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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你要选择一位现场的导演 加入到他们的剧组 林雯姐 谢谢做出你的选择 我是头一次来到这个舞台 有这么大一个选择权 你放心大胆地选 你选任何一个导师都OK的 这样吧 我觉得我的三十家 四十家的小姐姐们 都在一个团队里边 所以我选择尔东森导演 欢迎 恭喜霓虹杰 在这个舞台上实现复活 加入到尔东森导演的剧组 那么期待你下面的表演 谢谢导演 拜拜 穆兰 拜拜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谢谢 谢谢 谢谢导演 谢谢你 尔东森导演其实是一个 很会攀语人戏的导演 我相信我要进了他站队的时候 他会好好的把我另外的 某些方面给挖掘出来 谢谢你们 本次冲刺赛 十七名演员 将会在今天的竞演当中 决出最终迈向总决赛的 九位演员 小丁有几个点很不好弄 我们的泪点就留在那了 哭泣 对 你不把观众弄哭 我就把你弄哭 你们所有的咖啡台那个地方 演得太差了 真的没法想象得差 待会儿再说吧 一堆意见要送给你们 她是她老公 黄毅 不要动 不要动 走路是没用的 最简单的走位 给他们拍到 这个是目的 否则明天就完蛋了 这个戏 为什么有人紧张 就是因为 他们始终能意识到 台下坐着无数的人 你在不紧张的情况之下 你才能感受到 这个人物在此刻应该做什么 本次冲刺赛 每个作品都设置了一个 高光角色 高光角色的演员的票数 对今天作品的总分 也至关重要 老公 四部作品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 到底哪九位 是进入到我们的总决赛 去参与 演员请就位第二季 最佳演员的角逐 来腾讯视频 搜索演员请就位 观影大赏 参与活动 瓜分三十万大奖 更有惊喜奖品等你 买衣服上 唯品会 品牌特卖就是超值 本节目有唯品会 冠名播出 看着镜子 好 我看着镜子了 一路闪电 二B一路啥带闪电 火花 火花带闪电 十万大奖 好晕啊 我练了些啥呀 我忘记了 断片了 断片了 刺 钻腰 哎呀好 我这老腰 然后呢 甩腰 然后上铺 走 对 打 打完 累死我了 可以的 OK的 过了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精神 飘洋过海的来看你 为了这次相聚 人间迷失的呼吸都曾 还复脸细 言语从来没能够 加油 我去换场 我不知道我换啥 千万分钟 为了这个遗憾 我在眼里笑了又笑 不肯睡去 太有个多 42 囧场 在世界上 我们这老车很太强 我们这老公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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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叫 再说 快一快快去吧 马马就快去吧 这是片儿放开 好 有人想让我进去吗 你每天大头穿了多少个小时 好多个小时 我都没穿手套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昨天焖了一颗 然后昨天沾葡萄就破了 不舒服 不舒服 他会把你的水泡抽破吗 没有 水泡就在这里 舒服了 我是一个艺术家 我是绝对不会为了任何事情 去跟动我的剧本 可这结尾 他作为主动的那一方 是不是应该吻我一下才合理呢 说得对 上微博带演员请就位话题词发博 边看边聊 上微博搜索演员请就位话题 观看更多小视频 更多演员精彩内容 近在新浪娱乐 快来指定问答社区知乎 app 和知乎打主一起追 演员请就位 上腾讯微视 进入演员请就位节目专区 解锁更多内容 是先认识的你妈妈 之后才跟我妈结婚的 那谁才是第三者啊 我妈太小三儿了 你给我闭嘴 我跟大爷说话 你做了 没关系 诊断拿掉 OK的 Action 姐 是我让你死亡了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特别鸣谢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感谢娱乐资讯媒体 新浪娱乐 感谢合作伙伴 直呼哩哩哩哩哩猫眼娱乐 猫眼大明星 中国电影报道 M视频新浪新闻客户端 见面新闻网易新闻网易号 人民文娱腾讯 微视一点资讯 扎客新闻客户端 快看漫画百度APP 贴巴娱乐百度百科 超级粉丝团 引力资讯 Oh What 超级新饭团 爱豆APP 饭爱豆万能要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干爹 你们俩俩一块来的 是爹 走喽 喊竹子去 车哥走了吗 我们走了啊 我们俩 渐渐猙獰 不行 发头没下 哈哈哈哈 看好看爹这馅好不好 哈哈哈哈 看到到我吗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 哇 OK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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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太可乐了 好可爱 啊 啊我还要救你 太菜了吧 先打龙先打龙先打龙 你烂 confront 它还在干嘛 啊 啊 啊 明明可疑啊 您是不是又睡了 没有 追剧呢 干嘛 你每天会花多长时间照镜子 一秒钟 一分钟 还是一小时 我十九岁的时候给自己定制了一个时间表 我在出版社工作 你在哪里 我都已经不在意 你还没人 我都已经不在意 你还没有人 所有的生意 那都不是我的喉嚨 该怎么做 我有我的方式 是谁定义了这样的标准 这样的标准又是为谁定义的 为什么要因为他的错而惩罚你 而惩罚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